今天是來到大阪城公園 然後來到大阪城 寫生 今天是早上的時間 現在非常的熱 待會再去參觀 再去寫生畫畫 所以我要找個樹蔭下 找一個好一點的角度可以畫畫 以前來這邊還蠻喜歡的 那時候還沒有開始畫畫 現在的話有畫畫就想要 把這個 成的這個 華麗的感覺吧 看能不能把它畫出來 周圍的樣子 其實這邊都還蠻適合 找樹蔭下畫畫 這一塊樹蔭好像比較大 剛好有這個台座 這邊感覺還不錯 其他地方都 稍微曬到太陽 出來旅遊寫生非常講究用具的輕便 我會帶一些基本的水彩用具 跟我的相機放在一個包包裡 我自己的話是畫八開這個尺寸 覺得對我來說剛剛好 不會太大也不會太小 還算方便攜帶 像是畫大阪城這個細節比較多 然後長得比較大的東西的情況下 還算是可以把它畫得比較清楚 這張的構圖 我就想把大阪城跟周圍樹木的關係 把它呈現出來 利用周圍的物件來呈現主體的巨大 這時候真的很熱很熱喔 我記得是已經快接近中午11點的時候了 那麼在水彩打底打水的時候 其實非常快就乾了 那麼在速度上啊 以及這個鋪色的安排上 就要有比較快速的處理 在畫這種陽光比較強烈的時候 我會在天空先畫出藍天的色調 然後在地上的時候 會鋪一個暖色調 例如說黃色、橘色、橙色這一類的底色呢 在地面上做出一個暖色系的一個光感 然後我會把周圍不是重點的地方 先趕快做一個底色的處理 像這邊的話就有很多的樹啊 或者是一些圓景的層次 那麼趁它還沒有到快全乾的時候 趕快先做出一個層次的處理 整體樹的關係 還有大阪城之間的空間關係 處理好之後 現在就可以慢慢添加細節 最後把重色跟大阪城的細節做完就差不多囉 只畫一張當然是不過癮啊 一次畫兩張是對美景最大的尊重 第二張我也通常不會跟前面一張做得太像 像這張我畫了直式的構圖 刻意的把大阪城放大 可以有較多的版面呈現它的特徵跟細節 跟剛剛的取景構圖就完全不一樣 步驟上在前面先花了一點時間處理大阪城的層次 畫到這階段的時候 紙張已經勸乾了 所以我在下面的地方又重新打了一層水 讓底部的一些樹葉啊 與光影有一個比較好的層次關係 後來我把大阪城周圍的雲 用色塊用造型的方式把它呈現出來 再來去玩味前景樹的造型 去達成這件作品整體的一種趣味感 透過現場的描繪與觀察 更讓我看到大阪城的細節還有建築構造 會讓我更深刻的了解背後的文化 以及歷史的彩蛋 好完成 我剛剛原本是在這邊畫 早上的時候 現在已經到中午了 那我是在這邊畫 然後它這邊陰影就越來越不見了 所以我就 跑到那邊樹蔭下畫 那這一張就是用比較 不透明跟 平面的方式 去畫的 那早上就畫了兩張 另外一張 去拿一下 第一張在這邊 然後第二張是這張 第一張的話就是用 比較符合我這個角度的那個大小吧 然後還有一些樹木子 這些下面的東西做的比較多 然後其實圓景 這個圓景也蠻好看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把它做得太完全 然後整個橫向構圖的這種方式 把主體把它這個 右手方這個地方 然後靠一些樹木去增加它的安排 再加一些雲 對 那這張的話就是做一個 比較高聳的指示構圖 這樣子 早上在這邊畫的也是非常的 非常的過癮 然後覺得 因為很喜歡這邊 所以 就是畫的也蠻順手的 對 然後做了兩種不一樣的 處理的方式 所以 差不多可以 收尾 然後 等一下可能再進去裡面 稍微逛一下 謝謝你觀看我這次的 日本寫生分享 這支影片到這邊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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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